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新闻 VGDX双C同床共振士 程度还在直播的时候讲这一声 我一百个罐头打赌 林成哥和史玛丽 李宗盛 他VGDX训练基地 从破风险斯文 我为你我要爱上一个 不爱人类的电影选手啊 干什么 我找人 找人 找谁啊 打个电话叫他出来接你 我手机没带 让我 你借手机我用一下 谢谢 喂 喂 您好 哪位 喂 奇怪 怎么不说话 不说话就怪了 病情都进台了 你看见没 鲁思成 你别说话了 我的病 喂 杨阳 是我 喂 我在你基地门口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什么基 基地门口 嗯 保安不让我进去 你怎么突然来了 你等一下 陆岳 你过来帮我打完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嗯 好 谁啊 简阳 我 他跑这儿来干吗 我怎么知道 诚哥 我估计就是你那一句 床上缩缩发抖 在做各位都是不会抓住你的爱 以后要CK战队打野和ZGDX 中单在比赛里面表演一波 中野联动就拉闸了 可以啊 这弹幕挺丧 闭嘴 谢谢 不用谢 你女朋友出来接你了吧 嗯 这天也黑了 你先进去吧 就别让他走太远了 啊 谢谢 哎 宝贝 这个事我根本不知道 你看童谣她也不来 我这 哎 童谣 来来来来 艾佳 啊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啊 我就提醒一句啊 俗话说得好 好马不吃回头草 前任男友不能搞 某人说过的啊 绝对不和电竞选手谈恋爱的 行了 行了 专手 起来 蹲下 你来干嘛 姐啊 你干什么 我去你 大远 你 你放开 小点声 等一下我回去跟你说 你喝酒了 你是真的跟陆思诚好了 好什么好啊 他直播的时候不是都解释清楚了吗 你不会就因为这件事 打车穿过大半个深圳吧 如果你是来八卦的话 你现在可以叫个滴滴走了 慢走不送啊 那他为什么在直播间里说 那些阿美的话带节奏啊 现在整个专组都在说你们 说什么 你们在一起了 我每次感觉看到这些我都要疯了 那是队友开玩笑 再说了 关你什么事啊 简阳 我觉得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说清楚什么了 咱们俩 算了 真的 之前那段时间不是挺好的吗 你打你的职业 我上我的学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我一打职业你又来劲了呢 我不是来劲儿 那你也得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吧 那我之前骗你是我不对 我也是害怕你多想了才不敢告诉你的 我是真的什么都没做 喝醉以后我就直接回去了 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好一来他们 我干嘛要去问他们呀 再说了 一般的情节不都是酒后乱性吗 那电视剧里不都是骗人的吗 喝醉了哪还有力气做别的 喝醉了 一个来自不知名路人的举报 贵队中单 月轨早恋 恳请队长出击 将其就地正罚 OPL是梦想之地 绝不鼓喜仰间 他们抱上了 我瞧 这是温者心痛 清扯流泪啊 跟你去干嘛 买糖去 有遗传病是爱吃糖 买回来看 好 瑶瑶 大猪 童谣 我叫童谣 童谣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我真的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之前你不打职业你不了解 现在你也在这个行业里 该知道有多不容易 生活暴露在粉丝和媒体的眼皮底下 想要保护好喜欢的人 真的很难 我之前不愿意把你暴露在粉丝的面前 是怕他们伤害你 瑶瑶 我赏你 我太赏你了 我做梦都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一起去总决赛 你就在台下看着我 当我碰见那个奖杯的时候 我就会跟你求婚的 简阳 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我可以自己的 诚哥 买糖 没带钱 给钱给我回去给你 现在不都用支付宝吗 有有有 给 对了 你们弹琴摔爱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 再客观陈述一下事实 第一 总决赛这矮子确实要去 不过呢 他是自己要打比赛 估计没空坐在赛场下 看你们战队比赛 第二 今年的奖杯上已经刻好了 ZGDX的名字了 皮肤我想腰糊 谢谢 我说完了 你们继续 所以你来找我 到底想要说什么 是不是 如果一开始我没有打职业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在一起 简阳 你还不明白吗 不是因为你打职业 导致我们两个关系的终结 是我自己 从一开始 你就没有把我当成 可以与你并肩同行的人 或是同一位置上的人 你有你的梦想 我也有我的目标 根本无法步调一致 所以简阳 我们不合适了 我们哪里不合适了 瑶瑶我们一切 不是挺好的吗 简阳 今天就先这样吧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基地吧 你这样子给粉丝看到也不好 走吧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 朋友 那如果还是朋友的话 你先帮我放出来 什么 黑敏丹 好了 不过如果你以后还是要说奇奇怪怪的话 我还是要把你加入黑名单 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什么求复合 看着你发光发热之类的 好 那既然下一秒就是朋友了 就最后拥抱一下吧 我看了 这一字幕是不李子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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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我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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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装修两个月打扰你们了吧 没事 我们能理解 儿子叫什么呀 叫杨阳 杨阳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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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学校了 留在那里打职业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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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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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你跟他和好了 没有啊 那他抱着你干吗 你怎么看到的 管我怎么看到的 那是友谊的拥抱 当我三岁小孩啊 队长 那你来干吗啊 不是说了吗 买糖去了 是吧 我怎么觉得你是来搞事情的 什么搞什么事情 你凭什么这么说 少女的第六感 你这种迟钝的像大象的人 还会有第六感 那你把你钱包拿出来看看 看什么看 谁给你的语气啊 梁静吴 幼稚 怎么是你俩一起回来了 自己家杨绅呢 和好了吗 还是你拒绝了阳神 顺便和我哥在一起了 碰巧遇到好吗 简阳走了 和好个鬼 还有和你哥在一起 我还想再多活几年 所以我坚决不和电竞选手谈恋爱 女孩子就不能温柔一点 不能 你这战绩也是没谁了 等等 陆岳 你个王八蛋 你别糟蹋我的号啊 是你拜托我替你打的 我没让你打成这个样子 这样怎么翻盘啊 我打得很好啊 马上就要起飞了好吗 不可能 吵死了 你买的糖怎么不吃啊 突然不想吃了 她本来就不是去买糖 你看 这里面还有很多 是吧 这 怎么 我在基地待久了 想出去三步不行 呼吸新鲜空气 有利益缓解冰情 我信了 咱们队今年目标是总冠军 拒绝早恋 拒绝通敌叛国 行吧 别告诉我 电竞白车传的续集是天鲜派 竟然中间了简阳架克的CGDH基地 好好好 静圈养殖场果真是电竞八卦生产基地啊 出去吃个饭 竟然中间了简阳架克的CGDH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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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圈养殖场果真是电竞八卦生产基地啊 还能怎么样 就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了 然后就让他走了呗 还算你有良心 等等 今天诚哥来的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不是你通风报信的 果然是好姐妹啊 一猜就种 我今天报的这波信 我可是感受到了诚哥对你的特别啊 不存在 那你倒是解释一下 你和诚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他那一波迷至床上宣言 又是怎么回事 哪怕就是开玩笑这他 你是不知道啊 现在微博和专组都狠狠地 带了一波你们的节奏 现在他又这样 我都跟你说过了 他偶尔会说骚话 那你怎么解释 既然他阻止你和简阳和好啊 大概是真的不想让我 因为恋爱这种事情分心吧 话说我们战队好像也没有谁有女朋友 我隔着屏幕就嗅到了虚伪 你真觉得陆思诚这么做 只是为了队伍成绩吗 够了啊姐妹 我们不约 你可别给我洗脑了 我们战队小哥哥 谁不是女粉一大堆 诚哥更是 要一车一车拉才拉的王八 而且他人又长得帅 家境又好 如果喜欢我的话 嗯 可能是被我吓过 你真的挺好的啊 你干嘛这么自卑啊 我怎么觉得你这么一本正经地安慰我 我更想把你拉黑啊 别女王这么身高貌美气之佳 你竟然要拉黑呗女王 那也不妨碍阿毛他爹是个智障 说得对 那就当作我这辈子做好事积攒人品了 下辈子 要是我老公能够帅过年轻时候的小李子 都是我这辈子积攒的福气 好了先不说了 我有点困了 好 晚安 晚安 你真觉得陆思成这么做只是为了队伍成绩吗 傻子都看得出来陆思成喜欢童谣吧 不会真的有人看不出来吧 不会吧不会吧 童谣也配不上陆思成吧 说啥呢